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宣布 今年的五一放假时间为 5月1号到5月4号 这一利好消息引发了深圳旅游市场 中短途旅游产品热销 咨询量也同比激增了5倍 上午10点 市民秦先生就来到旅行社门店咨询 五一假期增加到4天 他也想趁着这个假期 带着家人到西南景区游玩 来提前挑选路线 有旅行社表示 五一假期增至4天后 咨询量同比上升了近5倍 国内游方面主要已前往 湖南 福建 广西 贵州等 高铁沿线游比较热门 而在国外游方面 新加坡 泰国 越南等 东南亚周边旅游线路较为畅销 有旅行社数据显示 目前五一假期预定 前往东南亚旅游的人数 同比增加五成 另外 国外的短线海岛游 迪拜日本等 也有不少市民青睐 其实我很想去一下日本 因为听说日本的购物油还不错 在价格方面 旅行社表示 各大线路价格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东南亚旅游线路 相对于平日上涨10%至20%左右 不少市民青督游线路较为畅销 感谢观看